欢迎收听玄幻多人剧《傲风》 作者 风行力 第1321集 这个男人是这支队伍里最抢眼的存在 衣装滑贵 众星捧月 一看就知道是首领级的人物 她的身躯似乎被一圈模糊的光蕴笼罩着 常人根本看不清她的面貌 甚至瞧上一眼都会觉得脑袋嗡嗡作响 本源之力 果然是至尊 此人便是注意 云青红低声提醒道 本源之力 又称世界本源之力 是突破大君王后拥有的力量 灵魂之力再次质变 成为能够让世界依托的强大力量 这是一道大门槛 大君王和至尊之间的实力差距极大 就像神帝和灵主之间有一道鸿沟 神力和灵魂之力不可同日而语 灵魂之力和本源之力亦是如此 没有逆天的条件 几乎不可能跨越 澳风对本源之力也不陌生 幻神能源就是本源力量的一种 但他的能源力很少 只能以特殊功效少量使用 真正的至尊却举手投足 都可以放出本源之力 真正的至尊啊 总算见着一个了 不过 这注意给我的感觉 好像还不如那一战的真神那么可怕呢 澳风凝神 打量那人一番 又有点疑惑 那是自然 真神的法则领悟 那可是比注意高多了 法则是所有力量的基础 至尊也得看法则领悟来决定强弱 而且 真神还掌握了天堂界面 有世界的君临者和没有世界的至尊 也是两个层次 所以 此人虽然很强 但仍不及爆发后的真神 云青红耐心地一一向他解释 同机修者亦有高低 澳风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不过 不及真神 不代表此人就好对付 怎么说 他都是货真价实的至尊 而来人中最可怕的还未必就是他 在观察了一圈之后 澳风的目光落到了另一个年轻男子身上 该年轻男子面白无虚 身材瘦靴 穿一身米色长袍 看上去十分普通 属于扔进人堆里 就扒不出来的那种平庸角色 可就是因为太普通了 反而与周围一群巅峰君王威武魔兽们 格格不入 他站在大队边缘忠厚的位置 一双细长的眼睛 微微眯起 紧紧地盯着看台上的兽王姬天玄 澳风看他的时候 他似有感应 往这边淡淡望了一眼 澳风呼绝心神一阵 脑中不由自主生起 此人是一代英主 须得沉浮的念头 不过 他的意念强大 稍微一迷惑 就立刻惊醒 甩了甩脑袋 再望过去的时候 这个人已经转了眼睛 还是一副什么事 都没有发生过的平淡模样 好厉害的精神攻击 这人的精神力 竟能无形地侵入别人的心灵 魅惑法则造诣 快比得上青红了 诸神还有这样的强者吗 澳风心有余悸地 熟着太阳穴响着 不管怎么说 他肯定就是 那个神秘高手 不能让他暗中帮助注意 却不知 那平庸男子看似淡然 心中也在惊疑 这个小圣者是什么来路 本宗的天魔迷魂大法 对他竟然无效 那神念的强度 都赶得上许多尊重 本来还想迷魂此人 祝本宗夺回圣物 没想到竟失手了 不过 他不清楚本宗身份 应该也不至于影响 本宗的计划 双方的第一次交锋 就在这样悄无声息下撞开 场内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刚刚发生过什么 此刻所有人目光 都在高台上 寿王姬天玄的身上 寿王岭公主婚礼被闹 最受针对的 肯定是此地的主人 寿王了 如果处理不好 寿王岭必会颜面扫地 祝言祝意 你们今天是存心来找茬的吧 敢来扰乱本王女儿的婚礼 你们才是胆大包天 西部联盟 想与我寿王岭开战了吗 若真如此 本王接着便是 你们打算 什么时候 在哪里开打 是不是就在这里 就是现在 积天玄面沉如水 眉宇间隐含震怒 冷冷开口喝道 半喜事的大好心情被打断 积天玄十分恼火 另一边的傲风 也是满眼冷色 尽管他们早就猜到 西部联盟很可能会来闹婚 可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 还是会让人极为不爽 雨声刚落 一股强大的威势 便随着怒意狠狠袭来 寿王出手了 敌方强势 积天玄也毫不示弱 说战就战 果断的 很多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要知道 寿王岭一向不参与大陆纷争 对外政策是能避则避 行事风格如老规一般 祝燕在德马西亚 嚣张那么久 也不见积天玄有什么动作 许多人还觉得 他性情敦厚 熟料 他强硬起来 居然比西部联盟 更暴躁几分 魔兽的猙獰本性 显露无遗 令许多平常对之不够敬畏的人们 吓了一跳 被积天玄的威势一撞 西部联盟的嚣张气焰 煞食一顿 大队中人 纷纷身躯狂颤 呼吸压抑 前方的祝燕脸色一清 赶紧连续后退了几步 回到了紫色麒麟的坐轿之下 在上方中年男子的庇护下 才没有当场出阳相 西天玄 休要猖狂 有本皇在此 岂能任你七零五二 高高在上的中年男子 注意眼中凶忙一闪 也出手了 他大手一挥 同样撑起了一股力量 那强大的气势 一下子就盖过了 西天玄 轰轰烈烈地 向着西天玄反扑回去 论实力 注意绝对要胜上一筹 但他的力量 却在达到中场后 果足不前 任他如何发力 也再难挺进一步 接触到西天玄 周身百米范围 所有能量 就如石沉大海一般 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西天玄 虽能掌控一方 本身实力 到底不及住焰强大 百米范围之外 他也无法攻入 注意的领地 二人怒目相视 威势滚滚 各占一半场子 僵持不下 周围的看客们 却先顶不住了 今日前来的 大多是魔兽血脉强者 两大巅峰魔兽 在这里狂放威压 小鱼小虾们 哪受得了啊 片刻功夫 一众兵客和敌方大队 便都有人大片大片 惊颤倒地 惊呼不觉 真是神仙打架 凡人遭殃 见此情景 积天玄和注意都知道 不能再继续了 这样逗下去 也没有什么意义 双双冷哼一声 同时收手 场中众人 这才感觉到身上一松 终于喘出一口气 七嘴八舌地 低意起来 活过来了 活过来了 我还以为要被憋死呢 这就是大君 王级魔兽的威压吗 真的太强大了 平常难见 寿王大人出手 今天总算是领略到了 无怪魔兽世界 等级森严 王者血脉 果然不是我们能想象的 不过我是有点意外的 没想到寿王大人 居然能和西部联盟之主 不相上下 那朱燕 可是九星巅峰大君王 这按说实力 应该比寿王大人强才对啊 但是我看刚才的状况 似乎谁也没有讨到便宜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